昨天国民党的召开记者会 好像毛头指向李仲宇说 说的批评黄战战以外 还有说市长才是内部科学人员交通人员说 聊泰市长的叛选 选举时间 政党还是会有一些批评 但是我态度是这样 如果是 对市政有批评 其实我都自己会拿来检讨 需要我们改的我们才会改的 但是让我们太奇怪的批评 还有点 我自己当市长八年的建议 政治的德行是持权利 所以我直接回答您的话 你的批评 如果我们看一看 没有更好的方法 我们也会采用 所以说 要罢罢罢人呆没有用 之前市长跟台北市议员很久没有吃饭 然后现在还有二十位里长 还有副市长黄珊珊 然后被解除的民众官在拔装 在用这个倒戈 那你怎么看 第一点 政治不是只有政党 其实沈永德议员已经 差不多七天议员 那在我当市长这八年 其实大概也是一个很 那种交情不错 但是很认真不得意 那他是不是 要请很多里长 那我去给他处合 这本来也是人不常理 另外一点 因为那天很多里长都来了 所以我看到我们 带我们 民众党也要参选 冲山信义区的议员去 所以 就把他介绍给当地的里长 那这个黄珊珊是 这个过来才来的 那我认为他觉得说 政治上不要一定 把装 我们装 我都觉得这样 人就是人 人就是装 我都觉得 我个人不觉得 这没有什么 所以我们在 在我当市长 你知道 有民进党也有朋友 有国民党也有朋友 甚至也有新党也有朋友 这很正常